蓝湛似乎看出了魏无羡的担忧,说道, 吴氏,叔父是专程为你设宴的。 蓝湛说完,便转身走了出去, 呃,呃,那个蓝湛,喂,蓝湛,等等我。 魏无羡用手指戳戳额头,无奈地跟了上去。 死追看着两个人一见一后走出去的背影, 眼嘴偷笑,他的魏前辈前世天不怕地不怕, 就怕十年和狗,这一世依然天不怕地不怕, 只怕蓝老先生和狗,之后又是不经感慨, 这两个人,一个景形寒光,一个潇洒不羁, 一个冷漠疏离,一个热情似火, 两个性格极端了人,却好相似,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缘分呢? 魏阴和蓝湛来到蓝湛的时候, 蓝老先生和泽吾君已就座等候, 魏阴拱手分别向蓝老先生和泽吾君致礼, 蓝老先生,泽吾君,蓝老先生点了点头, 面无表情,但却便未像以前一样排斥, 眼里也再无怨怒。 泽吾君笑着招呼魏阴, 魏公子,快坐下,回来便好。 魏无羡点头微笑, 随即转头看了一眼蓝湛, 便在蓝湛的身边坐下, 蓝湛已毫无掩饰地为他倒好一杯酒, 放在了他面前。 蓝溪成看了一眼蓝旺姬, 又看了一眼魏无羡, 眼底尽是笑意。 蓝老先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, 不禁叹了一口气, 说道, 我姥姥未阴, 既然你与旺姬志同道合, 以后匡扶天下的责任就靠你们了, 以前的诸多误会, 希望你不要挂在心上。 蓝老先生言重了, 过去的事情您并无任何过错, 我与蓝湛志同道合, 鲜华天下苍生, 除奸扶弱是我和蓝湛共同的愿望, 我们定当义不容辞。 卫阴说完, 转头看向蓝湛, 蓝湛重重点了点头, 蓝老先生颇寒生意地看着魏无羡, 满意地点了点头, 心想, 也许自己曾经太固执己见, 对于卫阴的态度, 确实有时偏颇和公允, 事实证明, 旺季的选择是正确的, 魏阴的确心胸宽广, 不计个人得失, 在大是大非面前并无妄言。 泽欧君欣慰地看着魏阴, 亲身说道, 魏公子, 听旺季说, 此次北墨之行有意外的收获, 重得金丹, 也算是因祸得福。 泽欧君此言不错, 不过此次北墨入主中原的野心不可小觑。 魏无羡丹严地说道, 没错, 魏公子可能还有所不知, 聂宗主他, 神中食骨虫的毒, 如今命在旦夕。 蓝熙尘不禁略感忧伤地说道, 聂怀桑, 魏无羡诧异地看了一眼蓝熙尘, 喘而望着蓝湛问道, 是, 这就是我还未对你说的事情。 牧原吉士吉尘将千和涅史, 作为入主中原来突破口, 原以为聂怀桑胆小怕事, 却不曾想誓死不从, 聂怀桑体内被植入了十股虫, 并深受其毒。 蓝湛接着说道, 魏无羡意识震惊地胡以复加, 原以为聂怀桑不问江湖纷争, 在灾难面前必然会明哲保身, 这些年的忍辱负重, 步步为营无非就是为了保全聂事, 没想到在外敌入侵之后, 竟从一问三不知摇身一变虎胆英雄, 魏无羡不经想起了在观音庙时, 聂怀桑说的那句话, 谁又真的了解谁? 是啊, 谁又真的了解谁? 若非必不得已, 谁又愿玩弄全数, 心机算井? 要说这一事, 没有聂怀桑的全数谋略, 我又何以能站在这云深部之处, 平酒赏莲? 魏无羡不经感慨道, 聂怀桑, 聂总主现在身在何处? 魏无羡看着泽欧君问道, 韩氏, 泽欧君说道, 那就劳烦泽欧君带我去看看, 魏无羡说道, 好, 魏公子请, 泽欧君说道, 好, 魏无羡说道, 转身看向蓝老先生, 拱手致礼说道, 蓝老先生, 魏音先告退, 魏无羡等三人来到韩氏时, 便看见了昏迷不醒的聂怀桑, 魏无羡上前, 折见聂怀桑全身青紫, 指甲和嘴唇呈汗紫色, 显然是中毒太深, 魏无羡沉默了一会儿, 随即说道, 聂凶此次凶多吉少, 恐怕, 恐怕怎样, 魏公子的意思是, 你也没有办法了吗? 泽欧君召集地问道, 若想根治十股虫的毒, 除非将体内的十股虫全部引出, 目前十股虫还没有进入心脉, 胜有一线希望, 这个我尚且可以办到, 但最后能否选过来, 还要看他求生的意念和造化了, 那便反省一事, 劳烦魏公子了, 泽欧君双手敬上, 泽欧君不必如此, 不管怎样, 能够重活这一世, 也少不了聂凶的运筹帷幄, 魏无羡感慨说道, 随即魏无羡拿出陈情, 一举归尘幽远流长, 鼓鼓怨气化作十股虫亡的灵石, 疯狂涌出, 萦绕在聂怀僧的周身, 随后疯狂涌进聂怀僧的体内, 泽欧君紧张地看着魏无羡, 摒弃凝神, 大概一刻钟过后, 只见从聂怀僧体内缓缓流出暗紫色的气旋, 紧接着从聂怀僧的脖颈处, 指甲里, 爬出一只只暗紫色的十股虫, 至少有五十只左右, 这些十股虫已是成虫, 周身散发着七彩光芒, 泽欧君, 蓝湛, 请念新音咒, 魏无羡停下, 对着蓝湛和泽欧君说道, 蓝湛和泽欧君点了点头, 便闭目念起新音咒, 魏无羡再次运转灵脉, 体内灵气汹涌澎湃, 陈晴再次奏起, 一曲离魂曲, 让人肝肠寸短, 只见从聂怀僧体内爬出的石骨虫, 在地上不停翻滚, 身上的七色光逐渐暗淡, 直至消失并停止挣扎, 随后化为缕缕黑气, 被陈晴静数吸取, 魏无羡停止吹奏, 缓缓睁开眼睛, 说道, 聂宗主体内的石骨虫已净除, 接下来就要看他自己的意志力了, 侧君点点头, 转身走向床前, 看着聂怀僧, 全身已不再是暗紫色, 指甲也从暗紫色变成了淡紫色, 侧君心中暗黯念叨, 大哥, 你若在天有灵, 便保佑怀僧逢凶化吉, 早日醒来, 兰湛赶紧上去扶住魏无羡, 担忧地说道, 魏音, 你感觉怎么样? 魏无羡笑笑看着兰湛, 说道, 兰湛, 别担心, 我没事。 兰湛点了点头, 对了兰湛, 那几晨呢? 魏无羡问道, 那日我们刚要起身回姑苏, 一个蒙面杀手, 深入涅室地牢, 救走了他, 看身手, 应该是来自墓园吉市, 兰湛说道, 连你和泽欧娟都无法拦住他, 魏无羡诧异地说道, 说来惭愧, 泽欧娟说道, 此人身手非凡, 肯定不是吉生, 此人不顾性命, 只身潜入地牢救走吉尘, 说明吉尘肯定是他非常重要之人, 能从韩光君和泽欧君手中安然逃脱, 武功造诣避在吉尘和吉生之上, 魏无羡冷静地分析道, 魏公子, 所言不错, 此人不但武功高声莫测, 制造了幻境亦是非驱魔阴能破, 看来此人的幻阴造诣, 已是登峰造极, 泽欧君担忧地说道, 魏无羡想了想, 他身在北墨已有半载, 却未曾听闻被墨吉士由此等高手, 可是能将十股重亡建枯地牢数十年, 又岂是登闲之辈能够做到, 魏无羡突然想到一个人, 随即看向兰湛和泽欧君, 说道, 莫非是他? 你怀疑是何人? 兰湛问道, 墨原吉士现任家主, 也是吉成了父亲, 吉勋, 魏无羡严肃地说道。